這個氣候是全球在跑的嘛 那劉教授你要補充 對 我要補充一點 你看我們知道過去 今年的前七個月 是全球的新的紀錄 表示說全世界都在增溫嘛 所以十七個地方 這個是應該是 全世界都在增溫 當然是有很多地方非常高的溫度 不過我回到台灣的高溫 有一點大家不清楚的 台灣的高溫 我這個圖 就是台灣各個地區不同顏色 是代表各個地區的超過36度的日子 您看那個藍的那個 跳上去的 那個是台北市 其他的都非常非常少 都是還不到五天 一年不到五天 到現在也不到五天 台北市到現在 為什麼 有最高的有到三十天了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會特別 台北都市熱島效應 其實這個不是所謂的全球暖化 我們台灣因為是一個海島 海島所以普普遍說起來 你要增到36度37度 那很少見 只有台北非常明顯 並且台北的明顯 我們的研究 不只是熱島效應的關係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台北的空氣越來越乾淨 空氣假說是有點 有點污染物 你看從前有點污染物 OK 從前台北就比較相對少 為什麼 近十幾年來 差不多近二十年 台北的工廠移到鄉村去了 並且又從鄉村移到對岸去了 所以空氣乾淨反而不利 對 空氣乾淨 因為有些污染空氣 它在上面的時候 你好比在高雄 你去看 它那個空氣你往上看的話 萬里無雲 對 萬里無雲 那個太陽也是有點髒髒的感覺 那表示說那個 比較少的那個太陽到達地面 那個就有冷卻作用 台北呢 這個太陽顯得比較乾淨 所以我可不可以答 未來台北是不是會越來越嚴重 如果你這樣的看 對 台北以後越來越乾淨 越來越嚴重 然後這個都市熱島效應 也是越來越嚴重 可是為什麼都市熱島效應 就是台北是最嚴重 蔡榮你是不是也看到這些現象 在其他地方 其實倫敦以前有發生過一次 所謂的倫敦黑霧事件 當然我也聽儀老師有談過 他說一般的解釋是說 他其實也是這種 所謂的熱島效應產生 一般的解釋 說他因為都市叢林嘛 水泥大廈蓋那麼多 又冷氣啊 然後對 風進不來 裡面的廢氣出不去 然後所有熱一直集中 晚上熱散熱沒辦法 熱集中 所以那次倫敦他本來就是一個霧毒 所以那次包刮廢氣的出不去 然後加上霧 搞了一個叫什麼倫敦黑霧事件 我記得那次也死了好幾千人 也死了好幾千人 所以那種熱島效應其實相當可怕 那如果說 劉老師這樣講 以後台北會越來越熱 如果熱島效應越來越高 以後如果說萬一 萬一熱島效應到一定程度 他恐怕會產生一些問題出來 我看過很多報導 包括那個溫度上升 一度兩度對於所有動物 植物跟人體的一種改變 我們看今年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報導 零物的生產跟芒果 它變成空爆彈了 那現在才三十幾度 三十五六度而已 如果再增個一度兩度 以後會很嚴重 如果到四十度 是我們人體已經到極限了 那包括植物 包括我們看那個蘭花 台灣是蘭花的王國 所以都開始開不出花了 對開不出了開不出 那個生長已經遲緩 它是每增高一度 它遲緩的現象就越來越慢 到差不多四十度 蘭花也是活不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教陳教師 這種高溫 除了對我們生物 對人類的那種生存的影響很大 會不會對地質也產生更大的影響 其實台北的熱島效應 當然它本身是一個盆地的地形 這個我們沒有意見 不過這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盡量去把它減少 其他對我們產生的負面的影響 當然熱島效應溫度高 我們是不是相對要提供更多的綠地 也就是說這個綠地一頭 有那些樹林 那些比較綠覆力比較高的地方 它能夠三不五時 在下雨的時候 午後雷震雨 多吸收一點水分 多多降低所有周遭的環境的溫度 那對我們的都市當然就有很多的幫助 就可以幫助了 也因此我們可能要好好的檢視一下 我們的台北都會區 在最近幾年 是不是綠地有減少了 我們看看我們的公園有沒有減少呢 我們公園是不是最近在倡導很多的多元化使用的這種分類裡頭啊 一直在蓋很多很多的東西 如果蓋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增加了我們熱島效應的那些負面的東西呢 確實 所以這可能對於我們的生活環境就有影響了 不過談到這個高溫就很有趣 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人就說 高溫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高溫的放假 甚至要有高溫的津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很有趣 在中國他們就有高溫的補貼 甚至說白天高溫到35度C 在露天工作的人 或是室內33度C的時候 要支付這個高溫津貼 那這個在廣東跟北京有執行 它可以支付這個大概每個月60塊的人民幣到120塊 不過我們就要想一下 真的這個高溫剛剛講到對人很不利 尤其是在外面這種比如說鋼架工作的人 是不是適合在工作 這個就很有趣 所以蔡榮你看到這個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執行 這個很難執行 其實歐洲已經有高溫貼 早期歐洲就有了 提早中國還沒有宣布的時候歐洲講 但歐洲每次一測 它是說比如說要到40度放高溫價 但怎麼測都是39.8度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到那裡 所以大陸也一樣 那大陸現在其實 它很多地方在外面工作的 比如說警察 那個勞工階級在外面曬太陽的 到40度都要放假 然後要補津貼 但其實他們有一種就是說 在公共場合做的比較好 是在公共場合提供一些公共場合讓你去 比如說百貨公司 比如說大賣場 冷氣開得很好 你可以去那邊晨涼了 然後大陸民眾跟我們這邊又不太一樣 他們有的會跑到那個捷運地下鐵那一種 公共設施那一種 把涼洗就帶過去睡在那邊了 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控制的一個 應應的方法 應應的方法 但如果說要用這個高溫價來補貼 其實目前大陸實施的並不 就像剛剛專家學者的回應 其實還是要把綠地增加 才能夠影響這個高溫熱浪的效果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要回到談台灣 今年沒有颱風 是不是能夠安全度過